大家好,歡迎回到愛麗絲的頻道。 今集一開始的位置在二龍侯街,再次行松山行人隧道過去回歷那邊。 因為下班的時間比較塞車,所以決定行路。 還有一個星期左右就舉行大賽車。 究竟平時停在外港碼頭的免費穿梭巴士,現在會停在哪裡呢? 上一條片跟大家遊車學時也有經過外港碼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平時停泊穿梭巴士的地方,現在已經圍封了。 同時,在碼頭的泊樂停車場亦停止對外開放, 陸陸續續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選手的戰車爬入停車場。 松山行人隧道過往都跟大家走過好幾次, 愛麗絲就不再詳細解釋了。過了第一段的自動步行系統後, 會有兩部電梯,是可以直接通往松山健康徑。 那就不需要經東望陽酒店或二龍侯走上去。 簡單說多一點,隧道貫穿東望陽山, 是位於二龍侯街和羅里基博士大馬路之間。 它的總長度是400米,差不多走完整段隧道。 已經見到另一邊的出口, 短短幾分鐘已經天到黑曬。 出來後,左邊是去水塘和外港碼頭的方向。 而另一邊是去王家金堡酒店。 現在和大家走左邊,去回歷方向走過去。 如果是去水塘,在左邊的出口下回去。 去回歷就要過這段天橋。 中 已經坐下降機去地面。 由於沒有捷徑通回歷,唯有沿著外圍轉進去 其實都很近,不過如果剛才搭電梯下來開通小路,就會更方便 走到海立坊及回歷中間這條路,看看現在情況如何 因為所有的免費穿梭巴士暫時都停泊在這裏 如果大家乘船過來澳門,要搭免費穿梭巴士 過了海關後出來,就要上回上面那層即離境層 就可以經天橋過回歷這裏搭各大酒店的免費穿梭巴士 現在我們一起走到最尾 看完現在的穿梭巴士停泊位置後,愛麗絲過對面 在國際中心外面坐巴士,這裏有兩架巴士是總站 一架是28號C,另一架是8號巴士 愛麗絲今次會乘搭8號,因為約了朋友在海船門吃晚飯 希望不會太失車 好快已經來到麗亭海徑酒店這裏的巴士站 之後還會經科學館觀音像,然後我準備下車 來到科學館這範圍 準備了 被迷迷迷,請等待護手,不及護術, 不及護術,不及護術。 現在這裡是觀音像海濱休憩區。 海濱休憩區。 到了捐血中心的巴士站,下車, 走多兩條街就是海水門酒店。 浪失斜。 到了海水門酒店。 今晚吃飯的地方在三樓的老上海。 和海水門酒店。 同樣有醉雞。 第二樣是蒜泥白玉。 第三樣是金沙蝦球。 然後有滷水。 豆腐和蛋。 訂位時訂了扁皮。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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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违旧菜,物质火芳。 爱丽丝也是第一次吃。 是将火腿、莲子和这些一块块脆薄薄的夹入白色包里面。 味道是甜点的,都不错。 之后有樱花、虾蒜蓉蒸胜瓜。 红油抄手。 扁皮鸭的意识,选择了蒜蓉瓜。 最后还有生果盘。 这里的出品基本上都不会中伏。 吃了这么多款菜式,最后埋单是1600多元。 原来这里的一楼有超值套餐,14.8元。 还有特位套餐48元。 如果有朋友试过,都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 今集到此,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赞好、留言和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